我是很痛心的那种感情 其实在西方 以上海为题材的影片非常多 在三十年代 我们大陆翻译叫斯登堡 就已经创作上海快车 他在四十年代又创作了个上海姿势 叫上海街车 当时在美国 上海为题材的 非常好 感谢您的精彩 感动啊 穿得像领域一样 我们又回到了三十年代 但是我很遗憾 就是美国 我因为一直在做美国电影中华 一起想研究 美国的三四十年代 非常多的电影只与上海标题 但是中国真的是只有这一部 只有这一部影片 是把上海作为大都市的对象来庆祝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部影片 其实影片的导演邓吟波 他的原名邓基波 是一个名副界一传的二流导演 但是这部影片当中应用的一些手法 让我们感到非常地震撼 大家知道在诗歌界 中有现代派诗歌 西南年代有现代派诗歌 在这个小说界 有这个新感觉派的小说 以穆斯林和劉娜欧米代表 可是在电影界 中国电影里面有现代派的转集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现代派电影 就意味着它的电影语言 始终没有在先锋上做一个探索 如果电影语言没有做探索 那么它其后的电影的叙事方式 有可能会就是没有更多的民族化 和先锋化的这么一个 一个自我民族的东西 站在世界的前面 我们会看到现代派电影 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的缺失 但我非常欣喜地看到这部影片当中 有一些现代派的萌芽在出现 包括我拜读了游慧珍女士 游慧珍老师不知道在不在场 张玉也提到 不在啊 就是医生就是对阮民欲以不轨的那一段 其实有很多德国表现主义的手法在里面 比如说它的这个灯光的机位是比较低的 德国表现主义手法主要是 以它的一些凯利加利博士小屋 这样的作品为代表 它的灯光是比较低 那么灯光的机位比较低 那么打出来的阴影会很大 这个人的阴影部分和人的这个 本体会产生一种恐怖的效果 或者是对话的效果 在这部影片就是刚才那一段 很有这个表现主义的特点 而且在这个街道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阮民欲去看病的那一段 就是街道的时候 它是一个仰拍 斜拍仰拍来表现这个天空 这一段就是可能看电影 看得多的观众就会联想到 就是这个苏联威尔托夫流派的 这个拍摄纪录片的那种手法 迅速的剪辑和这个非水平的构图 还有大仰拍 包括这个他在吴丁里那一场也是 一个大仰的角度拍这个 塞克斯的这个乐手 就是这些有一点点 对对对 有一点点先锋派的萌芽 但是很少很少 但是我觉得很可贵 就是我觉得这两部 这部影片在导演上是做了一种突破 演员的这个技巧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没得了什么说 我也不想再多说 再多说好像 我真的是我的经意 已经我的语言已经不能足以表达 我对这种营业表演的经意 好 我真的是要感谢你 没有谢谢 其实我要特别谢谢这个 我也要谢谢李老师 因为如果说大家想要再多了解 这部电影的话 可以看一看这个 是这个月应科 上个月应科 可以找一找 那个李老师在里面 有一篇论文的论述 显得非常非常的精湛 其实从那里偷了一点学问过来 那我今天这样的装扮 其实花了三个小时 然后而且这个发型 我头发很长了 已经流到大概到肩胛骨一下了 然后这个造型师 要能把我头发弄成这样 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 然后他一边弄一边打瞌睡 然后还有一个专业扶头员 在我旁边扶着我的脑袋 所以想见当时他们的这个电影明星 要做起装扮来相当的不容易 那我特别要做这样一个打扮 是因为我其实很喜欢 那个年代的上海跟西方社会 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啊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穿衣服都非常得体 干干净净的 然后就是穿衣服很有那个味道 那再加上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阮林玉 因为毕竟都是演员 我非常尊敬他 然后我也有一本 大家在找了一本 有关他的这个摄影照相机 大家问半天居然我有 非常地开心 那本书是在中国大陆电影协会 还是电影什么 电影出版社 出版社出的 在1984年的一个版本 我找到他的时候 就是兴奋的快放鞭炮 然后也很开心 居然也是姻缘忌讳 我身上穿的这件旗袍 让大家看一看 这件旗袍就是观景鹏 在拍软玉这部电影 穿在张曼玉身上的戏服 我遇见很好 居然有个朋友在收藏他 他很开心 他就说借你借你 可是说借我借我之后 马上就说小心小心 然后这件旗袍也给大家看一看 他真的是照以前的做法做的 他所有都是扣子 不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有拉链 全部都是盘扣 然后就所有的这个滚边的位置 就是现在看到 这样站不好看 就是现在看到这个滚边 也都是手缝的 所以其实穿上这件衣服 除了让我们可以回味一下 当时电影的风华 还有当时的人穿着的衣服之外 当然最令我高兴就是 就是张曼玉的衣服 我可以穿 很开心 其实而且人穿上不同的衣服 人的样子就不一样 我今天走路就特别的 进入到这个角色的感觉 然后自己找了扇子 然后我也很高兴 我有这些收集 像这样的一个披肩 现在大概也找不到了 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电影里面 我不知道我自己做的好不好 因为又要尊重默片的精神 不能运着鸡子咕噜的讲话 让大家欣赏 一方面我又希望能够 在我的角度里面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所知道的这部电影的 一些相关的观赏的方式 也许可能各位朋友 比我还有更多的一些看法 也不一定 但是很高兴跟大家一起 回顾了那个年代 也让我自己的样子 回到了那个年代 谢谢 我想狼姑让我们看到 一个敬业的演员是怎么回事 就是从里到外 他都必须要进入角色 那他本身也是 很多电影的表演时代 很多演员的表演老师 所以我们特别请他来 为我们讲这一场的阮林玉 那我想在座 我们有这么好的表演老师 然后也有这么好的学者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电影 有任何问题的话 非常欢迎提出来 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是很多人在这个影集里面 会提到一个就是阮林玉 他因为他所扮演的角色 大多是在那个时代里面 受封建思想压抑下的 就是说伴旧不新的女性 好像是新女性 但是他的行为都没法突破那样的女性 所以他会有很多 他的表演里面出现 无语问苍天这样的画面 其实在刚刚那个电影里面也有 我相信每部电影都有几次 对这部电影里面 他有五次无语问苍天 我特别算过 就是 对就是抬头 对就是会有这样子 怎么办呢老天爷我该怎么办 所以他就有大概有五次这样的镜头 对那事实上像他在参加完婚礼之后 回到那个房间下巴上的那场戏 我想我们从现代的角度看会觉得真的好夸张 连那个脸子都快拆下来了 可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默骗演员 因为他们有声音 他其实要用很丰富的知情去呈现 他在当时的状况 因为他们已经拿掉声音了 我心有所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那样的受苦 他的伤心他的欺欺然 我们会感同身受 是因为他真的把他对当时的一些小人物 或者是卑微的女性所受的那一些苦痛 他经过他 当然还有他自己比较悲惨的身世 他真的把他就放在心里 而且他是用一种悲悯的角度去呈现 因为他有情 所以他呈现出来的 我们就会被感动 就会觉得好像是真的事情一样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演员本身的情感 非常的丰富 然后他也很真挚 然后我跟他合约过的导演也说 他的一平一笑都是那样的真实就发生了 说哭就哭 然后说激动 他就可以很激动 可是他又有的时候 又可以那样的甜静可爱 我好喜欢那个 他虽然经历这么多的痛苦的事件 包括他自己的人生 可是他依然可以笑得那么的灿烂 那么的可爱 其实我觉得那个吴医生演的也蛮不错 虽然他是一个这么典型的坏人 但是你看最后他发现的是 他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荧幕这边 然后那边很矮直 然后他有一个黯然神伤的表情 然后默默的 拿起他的皮包走掉 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 我突然觉得这个角度有深度 在那个时刻 我想也是导演很厉害 他有处理到这个细节 而且是那个镜头流到他整个人出去 开始慢慢的下楼梯 看到那个背影 是跟从前那个意气风发 跟那个不可一世的样子做了一个很大的反差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在这个片子的最后都有了一个改变 应该是有了一个反省 我比较好奇的想要请问李老师 然后还有白老师 最后因为残片 我们看到就有看到那个黄汉秀最后的那一个奇怪的笑容 他想想找他吗 对 到底他那笑容是怎么样 赫赫你也知道 还是说什么 就是说太好了 我可以去找你 是这样 其实我对于后面的读解释 有助于他的这个本事 其实本事我后来看了之后本事 我看了完成的本事又看影片 其实我发现本事也有很多错误 包括他把这个吴医生解释是刘大夫刘家辉 没错 对 就是本事的不确切性 我现在推测起来可能并 可能那个本事是在电影开始之前 导演了一个拍摄大纲 所以其实如果你们看本事就会发现 本事跟他不是完全吻合 那么本事的结尾是这样 是说黄汉秀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但是大家能看到很像吗 没有呀 我觉得好像是很开心的 好像是 好像是说 好像有希望 是这样的感受 有什么感觉 对 白老师您会希望它是什么样的 解决那个效应之后 我也是在猜测 就是因为现在 就像林玉老师写的那个文章 就断笔是没 所以给了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了 就因为确实没有文字的东西 但是我们刚才从那个 因为我是做影片保护的 我们可以从片子上可以看到 有的地方药膜脱落得很厉害 这就说明在资料馆收到它 去中国电影资料馆收到它之前 这个片子保存的确实不太好 所以它才有可能丢失三本 所以它才有可能就是缺一个 那个明确一点那个尾巴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状态 这个版本是我们83年的时候 作为一转安的影片复制的 这个就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拷贝 就是第二次上机器 我们出来是给了一个好一点的拷贝 刚才我以为我们是要给通常用的那个 经常用的 这是第二次上机器 保存的很棒 我要谢谢 谢谢 谢谢 我想恐痛一下的是就是 确实为了参加这一个宋展这一个台北 专门为软人育100周年做的一个纪念活动 我和白鹤老师把资料馆所有能够找到 跟这部影片相关的东西都找了一遍 这个片子一共有三个拷贝 当时我们想 这个拷贝是残缺的另外一个拷贝 可不可以有一点希望 我们又去找了另外一个拷贝 再找了一个拷贝 三个拷贝都找齐了 我在那借着灯光做这个分秒的这个登记 发现三个拷贝一模一样 没有 没有说这个拷贝会补充那个拷贝的东西 不是呢 我想我们的这个西安电影资料库 会不会有更多的发现呢 好 我们去问 去问去问 但是好像也 因为西安库它没有放映的设备 我也不可以再去找 就没有 也许会很多年以后会找到新的素材 就是这三个 其实我们的放映员已经很烦我们了 说为了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吗 不是一个活动吗 你要让我放三点同样的影片 真是我们确实是很想把这个影片拼凑完整 真的很谢谢两位老师 好 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提问 请举手 好 有任何问题吗 我们时间不多 大概只能容许一两个问题 哇 其实大家都已经研读印科文学大致 常会爬来看这一场 所以都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可以有一些字的难度 对啊 或者有什么 看了影片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意见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个剧情的问题 就是 大家说那个最后那个 黄翰秀那位他心意的人 最后那个笑表有什么意思 可是 我们刚刚在看电影过程当中 他只有说去他姑母家 然后见不到他 然后就让人离去 可是他 他怎么知道他在坐屋里面呢 好像中间过程没有交代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说 是不是他 就是有一次在 他楼下跟那个 送花给 那个 白鹿女士的那个 花名 他也买了一份宝质 是不是他有看 比如说一个舞女初登场 可能报纸会有 会有那个 新闻之类的 可是这个地方好像 也没有交代的 我只是 凭空猜测把它补上去 不晓得是不是 不然他为什么知道 他在做舞女 谢谢 我觉得就像导演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的故事 其实可能导演当初想了 然后也 拍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拍进去 我们也不知道 包括本室里面有说到 他做舞女之后 他又跑去一个舞班里面 当不一样的表演的舞女 他有这样提到 但事实上 我们在电影里面 完全没有发现 所以我自己后来 也收到这个片子在看的时候 我在想说 我是有少一段吗 为什么没有看到 他在跟舞班表演 这个画面 可是他却有一个艺名 那我觉得是 其实我们也无从考究 那真的只能从那里面去猜测 他故意让两个人错生而过 而且很多都是 黄汉秀他在看 他在看他的工程图也好 他在看这个街也好 看可能在买一份报纸 最后又看了那份报纸 而且也很好笑 他坐在那里 然后突然进入来 就拿报纸给他 这一场很有功能性 所以很有趣 但我觉得你有想到这样的年纪 真的蛮细心 我们请李老师来说好了 是的 我觉得台北的观众素质很高 看得好细致 我很开眼 确实是在这个里面 如果仔细看 他会有两次买报纸 一次好像是在路上过去 对 还有一次买报纸 就是最后 最后啊 对 送给他一个标题 两次买报纸 买报纸 可能我估计是不是第一次的时候 会附一个照片在上面 搞不好 搞不好是这样 对啊 应该是要有 对 最红牌的 就是可能什么最红牌啊 或者是说跟谁走得很近 我想那个时候上海 八卦新闻应该也不少 而且影片可能在当时有删 就是被检察委员会有删结 因为郑云波导演 这位导演的莲华的 第一部作品出入 就是被当时国民党的检察机关 删掉很多 而且把这个影片的片名 改成光明之路 而且加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一定要去西北啃食 这个影片我估计 是不是涉及到相关的场景 被删掉 连结婚都要挂堂去登国 对啊 对啊 强迫的吧 哎我的天啊 可是应该不是为了这个原因 所以最后 最后那个大夫的微笑的时候 背后是晴天白日 就是一直仰想看到一片蓝天 好 OK 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位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李老师 关于那个本事的问题 就是我想 就是也比较好奇说 本事这个刊 算是一个册子 还是就是剧情大缸 真的太年轻了 太专业了 其实我们小时候 台湾的电影院都还有本事 就一张随便拿 对对对 就是一张 然后上面大概是 三五百字的一个剧情的介绍 但那个 其实我们小时候拿到的 那个也都是片商写的 其实跟电影本身的故事 的确是会有出入 而且那时候就有自如性行销 旁边会写什么 融灌汽水啊 写在本事上面 我比较好奇的是 那个是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 就是因为我在想说 当时的试字率 就可能没有这么的普及 那发本事的这个效果 是不是没有 是不是 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对啊 对 我大概试着回答一下啊 没有研究过本事 这么一个大案 是怎么样的渊源来源 但是据我所知 这样的本事实际上 内容在当时 应该是非常丰富了 我看到的应该是 有一个八页的一个小开本啊 我看到本事 第一页就是这个 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 什么剧院上映 然后翻过来 它会有一些简单的影讯 在第三页的时候 大家会讲这个梗盖的内容 后面还会附一点 下一期的预告 或者是这样的啊 就是华纳威秀 现在发的那个 哈哈哈哈 差不多吧 华纳威秀 现在不都有发这个 差不多的意思 而且当时这些本事 那也是 应该是要花钱买啊 不是这样 会简简单单的 花一点钱买一点 而且本事当时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有专门有人去研究本事 专门有人去研究在哪个影院里面的 你花几分钱去买哪个座位是特别舒服的 对 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但是这个本事的 不是很确切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知道 我们当时 大陆有一个做电影史的专家 叫邢祖文 我要对他表示敬意 大家知道当时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捐赠过来的 当时他的大衣柜 我听我们做口述历史采访的时候 我听他的同龄人说 他的大衣柜里没有衣服啊 全部是本事 打开大衣柜全部是本事 然后他解放前是一个小职员 这是一个影迷 然后每一场电影他都会收集本事 然后解放后之后 我们叫49年之后 开始做电影研究的 其实他以前是一个银行的职员 也许是他把这一批本事捐赠给了中国电影资料馆 因为我听到我捐赠你说 他就是一个私人的电影资料馆 对 对 对 好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移驾到外面 那个QA的地方 大家可以继续 然后等一下 最后那个狼狗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林玉的 什么呢 没有没有 我只是在找他的本事的说法 好 你在找本事 对对 OK好 那我还是先移驾到外面去好了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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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